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就从我的专业开始了 我是一位画家 早期是画中国的写意画 大家都知道写意画的主要特点就是意象 那么什么是意象? 说的直白一些 意象就是通过你画的某一个内容 能够让人联想的跟他相关的一些精神、气质、感觉、情趣等等 比如说你画了一幅梅花 让人一看这个画 就能够想到一种不畏严寒、独自绽放的君子之风 你画了一座高山 让人一看就联想到一种高大雄伟的英雄气感 这是一种有此及彼的联想 是一种类彼和附会的思维 我把它称为彼腹思维 那么这种意象观念和这种彼腹思维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当然它都是来自于传统文化 所谓如实道 那么再往上追的话 去追北球员 你会发现他原来根源都在周易 绘画当中的这个意象理念 也就是周易的基本原理 孔子说 圣人立相以尽异 圣人就是把那个八卦符号 作为一种意象 立起来挂起来 让你看 具有这种相同知识背景的人 一看就能够理解 圣人要传达的这个意象 从而呢 就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些典型的事件 或者说过去的一些重要的现象 然后呢 用彼腹思维 来去附会导 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上 天哪 周易的这个挂像和画家的画 原来基本上就是一回事 只不过你看画家到现在还在画那些梅兰珠菊 那些具体的形象 而大圣人周温王 早在三千年以前 就开始用异象符号来表达理念了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谈谈周易 看他是怎么运用彼腹思维的 他是怎么去建构中国人的思维模型的 他是不是像人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神秘莫测 我们先看周易的来源 在三千年以前啊 商朝发生过一桩冤案 当时有一个大奸臣叫冲侯虎 他向商朝王告发西州的诸侯鸡昌 他说鸡昌这个人啊不地道 你看他整天既得行善做好事 诸侯都很喜欢他 恐怕他对大王妮不利 商朝王这一听 就把鸡昌给抓来了 囚禁在优里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银县 你看鸡昌这个做人做的好 反而要做牢 这简直是比豆娥还怨 而且这个牢啊一做就是做了七年 后来还是鸡昌的手下搜罗了大量的美女 宝马珠宝去贡献给商朝王 给他行贿 周王一看就闹坏了 说你有那么多美女就可以了 怎么还要带东西呢 于是就把鸡昌给放回去了 鸡昌回去之后啊 做了王 活到九十岁 死后呢 事后为文王 这是司马迁史记当中 周本记的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啊 还重点提到了一句话 说祈求优里 盖一亿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就是说鸡昌在优里坐牢的时候啊 把易经的八卦演化成了六十四卦 这就是周一的基本来历 当然了据说在周一之前啊 还有商朝的归藏义 下朝的连山义 更早的源头呢 是福西市的先天八卦 当然还有人说 最早的源头就是和图诺书 这些呢都是传说当中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依据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也就不去多涉及这些内容 周一的这个周字啊 我们从直白的意思上去理解呢 它应该是指的周朝 当然也有人呢把它理解成为周变 周密周流的这些意思 这也符合周易的特性 周易的这个意思呢 是变意 简易 不易的意思 是讲变化规律的 一切都在变 唯一不变的是一切都在变 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的这个变啊 就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 周易产生以后啊 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像如是道思想 文学 艺术 中医 立法 宗教 兵法 民俗 等等这些众多的领域啊 无补包含着周易的智慧 你甚至可以说啊 就是周易演化出了整个的 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系统 当然 他本来就是由占卜发展出来的嘛 所以说 他也是占卜啊 算命啊 还有巷面 风水 银窄 等等 这些神秘行业的鼻祖 在古代中国啊 你如果不懂点周易 好像你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你文人如果说不懂周易的话 可能比今天的文盲都还可怕 也正是因为这样吧 这个历代解读周易的人啊 这些著作啊 多如牛毛 汗牛冲动 周易的这个尊崇定位呢 就被无限的拔高 解释范围啊 被无限的扩展 这样呢 就让周易这个文化成果啊 越来越神圣化 神秘化 乃至于迷信化 鬼魅化 民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 曾经无奈的说啊 周易就是个框 什么都能往里装 我们下面看一下周易的思维模型 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个机会啊 能够给周易呢 来一次彻底的解剖分析 主要目的是为他破除神秘色彩 还原本来面目 所以呢 做这期节目之前啊 我是雄心勃勃的 准备了好几个版本 总结了许多的知识点 但是啊 考虑到平台的特点啊 最终还是只能忍痛个案 先挑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 下手 那就是周易的思维模型 其他的问题啊 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啊 作为单独的话题 一一的展开来去谈 清代的历史学家张学成先生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 他说六经节史 意思是包含周易在内的 诗书李月义春秋 这六部儒家的早期经典 说都是历史书 我们仔细看的话 周易当中呢 确实也有不少是历史故事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第六十三卦是记记卦 记记卦的卦词是这样说的 亨小绿针 初级中乱 意思是已经成功了 但是终究还会出乱子 这个卦的第三谣的谣词啊 说高宗法鬼方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这就是一段历史故事 说的是商朝的国王 殷高宗 他征伐一个叫鬼方的一个部落 历经了三年的艰苦战斗啊 才获得胜利 那么后面就引申出经验教训了 说征伐非常艰苦 用人呢一定要慎重 不能用地位和能力低的人 也就是小人 后人看到这个卦的时候啊 也就能够从这个当中啊 去解读出小人勿用 引申出凡是比较艰辛的状况 获得成功之后呢 用人都要慎重 或者说行事都要慎重 那么进一步可以引申出 有备无患的时候啊 也要防患于未然 那么引申出这样一条抽象的经验 规律 这就是从整个卦词和一个谣词当中啊 解读出来的智慧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推导出啊 卦象的形成和解读的过程 卦象形成的过程呢 是从具体的事件和现象 然后提炼出一种抽象的规律 或者道理 然后呢再用一个抽象的卦象符号 来去表达 而卦象的解读过程啊 是由这个卦象符号 结合卦词谣词 来解读出这个规律和道理 然后呢 再套用 复会的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上 如果说是用一个图形来表示的话呢 你看左边它像一个漏斗 右边呢也像一个漏斗 两边连起来的话 呃 就像是那个光学原理上的一个 呃 小孔成像 呃 当然 卦象呢 呃 它前后啊 这个环节 都是需要依靠人的经验来实现的 卦象像还有那个小孔 前面的众多的事件或者是现象啊 凡是同一类型的 比较接近的 都要人为的去归类 总结出一个规律 然后呢 又对应着一个卦 这叫类比 后边呢 从这个卦象开始解读出规律 然后呢 再把规律套用到 许多具体的 类似的 相似的具体问题上 这个过程叫 附会 那么两者遵循的 都是同一个原则 共性 同类 相似度 就像是合并同类象一样 我前面提过 这种类比附会的思维啊 就是比辅思维 有人说 难道传的神乎其神的周易 就这么简单嘛 就这么简单 所谓大道治简 我们经常听这句话 什么叫大道治简 如果一个道理 它高深道 让所有人都搞不懂 搞不明白的话 那一定不是大道 而把这种简单的大道 玩弄得神秘兮兮 去抽卦算命 看风水 去忽悠老百姓 那就是想道 邪道 我有一个看法 是周易塑造了古代中国 那么之前我们讲 周易塑造了传统文化 那其实 古代中国也是在传统文化当中生长出来的 我们前面讲到过 周易衍生出了庞大的传统文化系统 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但是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影响 那就是周易的这种 笔幅思维 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模型 它为中国人的这个大脑 植入了一个固定的思维套路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这就决定了 人们应该怎么去思考问题 形成什么样的民族文化 形成什么样的社会 包括一个人过什么样的人生 所以说 完全可以说 也就是笔幅思维 塑造了中国人 中国社会 中国历史 我现在讲一些具体的例子 请大家再体会一下 这个笔幅思维它是怎么应用的 有一段话很多人都说是老子说的 其实呢 是老子的老师上荣说的 是这么个事 他在晚年和老子有一次对话 他张开嘴巴问老子 你看我的牙齿还有吗 老子一看说 哦 没有了 有人说 我的舌头还有吗 老子说 哎 还有 这时候呢 老子就恍然大悟 钢墙容易毁灭 柔弱可以长存 这就是典型的笔幅思维 虽然不严谨 但是呢 他好表达 好理解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他也有道理 但是你稍微分析一下 你就会发现 不对 这种对比 他缺乏具体的条件来支撑啊 但是 不管 古人就是这样思考问题 这种思考方式就有效 老子的这个道德经当中啊 你仔细看 他有大量的 这种思考 来进行思想论证的 儒家把天道比复到人道 简单的说 就是认为天地有什么样的规律 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人类社会 也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律和变化 然后呢 人就应该比照着天地自然的规律 去建立人类社会的社会规则 伦理秩序 这一点从孔子的思想就非常完善 而到了董中书呢 就变得比较邪乎了 发展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 我们看《唐诗送词》当中 那些大家熟悉的好句子 也几乎都是笔幅思维 什么 飞流之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月有殷勤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白发三千丈 缘愁四个长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等等等 好像不用笔幅思维啊 就根本写不出好诗句 做不了好文章 再来看看周一 周一啊 也是非常典型的笔幅思维 周一的原始经典是 《黄帝内经》 有人说 皇帝比周恩王不是早得多吗 不会是用周一的思维吧 其实《黄帝内经》啊 它当然不是皇帝自己写的 它产生的年代 大概率是在西汉 属于做好事不留名 留古人的名字那种 这个《黄帝内经》呢 是把周一的笔幅思维啊 贯彻到了对人体的认识上 它把阴阳 笔幅到气和血 表和礼 把五行 笔幅到身体的五脏六腑 笔幅到药物的五味 五色 用笔幅思维呢 建立了一整套的 医学理论和药物理论 那么后来 还发展出了 隐形补行的这种 所谓药膳食疗的这些理论 其实这些理论啊 就是对笔幅思维的一种 低级刻板的应用了 那么 所以说那种隐形补行啊 它成为一种很荒唐的认识 再说回到我开头讲的绘画 理念同样是这个道理 宋代郭熙的话论说 画春山淡叶而如孝 下山苍翠而如堤 秋山明镜而如庄 东山惨淡而如睡 都是在由山去笔幅人 而唐代的顾凯之他说 千想妙得 这算是笔幅思维啊 进入绘画的一个最早的理论了 所谓的千想妙得就是什么 就是由一种笔画的这种形态美感 或者说是一个画面的形象的感觉状态 让人联想到生活当中啊 另一类事物的美感 你比如说话评论当中啊 有一个词叫做蜻蜓点水 也就是说 有一个轻盈优雅的这个笔画 能够让人联想到 蜻蜓点水时候的那种 轻盈优雅的感受 所以呢 这个笔画就成为一种美 还有像乱世扑街 丹夫当道 高山坠石等等 都是这个路数 搞清楚了这些啊 一下子你就明白了 什么是协议画 以上这些例子呢 都说明笔幅思维啊 它的巨大影响 它成为中国人啊 日用而不自知的一种潜意识 这个笔幅思维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觉得太千千复会 很不精准 不清确 很粗线条 但是呢 在那种高度依赖经验 并不需要精确的 农耕社会啊 它是比较有用的 在当时呢 你甚至于可以说 它就相当于粗浅的统计学 大数据 以前 周易它都是国家行为嘛 以前文王 他研发周易 同时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巫的这种身份 再往后的这个历朝历代啊 主要是国家用周易呢 来去做一些重大事件的 这样一些占卜 可是 现在你看 现代国家有了统计学之后 哪个政府还在说 用周易去预测GDP 去判断国际形势 那不被人骂死才怪呢 所以说 周易的这种笔幅思维 以这种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模型啊 它是一种经验式的思维模型 是农耕社会的产物 用这种思维建构起来的传统文化系统呢 当然 它也是和农耕社会高度匹配的 它的特点是 越直接经验就越有效 你比如说 看到黑云压城 电闪雷鸣 你就认为是要下雨 这是一种经验 而且这是大概率的 但是呢 越抽象 这个有效性就越差 你靠周易的任何一挂去预测下不下雨啊 你都不如看大雷 看云层 准确度高 因为笔幅思维它进行的这种类笔化 抽象化 和复会还原的过程 每一步 它都面临一个失真的过程 这就让两者的这个关联度 变得非常低 所以说呢 那些抽挂 算命 等等 那些刻板的方法 准确率绝对超不过泡钢棒 可是好好的笔幅思维 怎么就变成了封建迷信了呢 说好了统计学 说好了大数据呢 其实啊 这也是早期文化的一个特点 我们设想一种情形啊 那些最有智慧的人啊 当他感悟到一个道理 那么说给谁听的时候啊 谁都不会信 因为什么 因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嘛 凡是比当时的认识 更高级的道理 在一般人看来啊 那都像胡说八道 所以说呢 就只能把天意啊 天命啊 来至于鬼神啊 这些超自然力啊 能把这些东西加进去 去包装 人们才能相信 因为那些超自然力的东西 人们天然就信 信什么就讲什么 这样就最有效 于是啊 周一就这样越来越迷信 越讲越下道 你仔细想想 宗教的方式啊 其实跟他是有点类似的 对于这种这个占卜之力的东西啊 明白人当然是不信的 你像孔子说 圣人不沾 他做了那么多的周一的解释工作 但是呢 他自己不占卜 为什么不占啊 因为你把周一讲的这些道理和规律啊 都搞明白了 也就活明白了 什么事情都心里有谱了 用不着去占卜 而普通人 糊涂人啊 怎么都活不明白 也就只能去占卜了 去求鬼神 然后自己骗自己不行 就去别人来骗自己 我们再进一步明确认识 比赋思维 属于农耕为名 这个思维模型啊 是人类认识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人类那个早期的时候啊 那种思维模型是非常简单的粗浅的 法国有一位社会学家 叫列维·布里尔 他把它称为互胜律 指的是十七时代啊 就是说 这个特点是不能区分因果关系 不能区分物品以及物品的象征 简单讲就是看什么就是什么 不知道不同事物之间有共性 有规律 有联系 没有抽象啊 提炼啊 总结啊 还归纳这些能力 没有形成对事物符号化的认知 当然那就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思维模型了 整个的实际时代 基本上都是这种思维 而彼复思维的形成呢 是在这个基础上啊 一次大的跨越 可以说是一次文明的飞跃 是由十七时代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啊 人类思维能力的一次大的提升 它产生于青铜时代 而延续发展到整个的铁区时代 为什么它能够横跨两个时代呢 因为两个时代啊 同属于农耕为名 这种思维啊 不仅中国古代有 古代西方也有 现在呢 也仍然是人类思维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文学上 它的修辞作用啊 几乎不可替代 但是作为西方早期文明代表的古希腊 却充分的发展了另外一种思维模型 逻辑思维 古代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啊 就在于比复思维和逻辑思维 那么近现代工业革命 首先诞生于西方 而没有诞生在农耕为名非常发达的中国 答案也就在这里 因为现代科学的产生啊 依靠的就是逻辑学 数学 哲学 这些理性的精确的思维 在上个世纪初期啊 有一个英国人叫李约瑟 他故作深沉的发出了 李约瑟之谓 问题说 为什么古代中国啊 产生了那么多的发明创造 那么多的世界第一 而现代科学呢 却没有在中国产生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就在思维模型 当然了 李约瑟他设定的前提啊 是并不准确的 他发掘了中国一百多项 古代的发明 说都是世界第一 其实许多都是天前赴会的 乃至于捕风捉影 他能够把古代的那些神话传说 都给了整理整理放进去 他的研究目的呢 不是为了研究科学 科技史 他只是为了讨好蒋介石政府 充当当时振奋民族精神的兴奋剂 所以说当不得真 当今中国啊 尽管已经进入到了现代社会 但是呢 由传统到现代的这个文化转型啊 其实仍然没有完成 现代文化的建构和发展呢 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 乃至于我们只能说是前现代 这个过程还有很长的时间 比复思维和传统文化的这个惯性呢 也依然十分强大 而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啊 仍然比较淡漠 这导致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哪怕我们今天的科技应用啊 已经非常领先了 但是呢 基础科学却仍然十分薄弱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 对此有着深刻的阐述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痛的礼物 过去辉煌不代表未来一定辉煌 我们必须要用反思的态度啊 对待历史 对待传统 流量过去就没有未来 其实未来以来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想法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继续讨论互动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